關心一下今天的天氣概況瑞萱早 鮮魚早 各位觀眾大家早 耳玲最近天氣已經變成了典型的夏天天氣了 就是早上會比較悶熱 但常常會出現這些午後雷震雨 那請問今天哪些地區下雨機率會比較高呢 麻煩你囉 好的 這幾天的白天真的都是高溫炎熱的天氣 但是因為這幾天受到了西南風帶來暖時空氣的影響 中南部地區一整天都容易會出現短震震雨 但是還好中南部地區的雨勢都是屬於比較零星的 而至於其他地區的話則是會有午後雷震雨了 那今天午後雷震雨範圍大概都是在北部或是在東半部地區 當然午後雨呢是來得又大又急 所以提醒大家出門呢還是要隨時注意天氣狀況 而且呢也要記得攜帶雨具了 那現在呢白天啊真的是 這個天氣真是非常熱 太陽大之外紫外線也很高喔 那今天呢在竹苗高坪以及花東地區 紫外線指數都會來到危險級 那至於其他地區的話都會達到過量級 尤其啊你如果要從事戶外活動的話 出門一定要記得做好防曬 而且如果你不想變成小黑人 也盡量不要直接曝曬在太陽底下囉 那至於溫度的狀況呢 現在白天都是又悶又熱的天氣 像是今天在北部和中部地區 高溫都是在33度 而南部和東部地區的話 高溫也一樣是在33度 那麼熱的天氣如果想要出門的話 還是要記得多多的補充水分了 那我們接著就來關心到溫度與測 首先先來看到北北基地區 今天的溫度是在27到34度 降雨機率是60到70 再來看到桃竹苗地區 溫度是在24到33度 降雨機率是30到60 接著關心中部地區 溫度是26到34度 降雨機率是30到50 接著我們來看到 雲加南地區 溫度是26到32度 降雨機率是40% 再來往南走到南部地區 溫度是26到33度 降雨機率是30%到50 而至於在東半部地區的話 溫度是在26到33度 降雨機率是10%到80 最後關心到外島的金門馬祖 溫度是25到29度 降雨機率是30% 接著來關心到旅遊天氣 那關心完天氣之後 就帶你來看到今天的農民曆 今天呢是農曆的5月25號 要特別注意的朋友是 屬馬37歲和97歲的朋友 那今天呢除了這個 祭祀和酬意之外 其他事情就盡量避免了 那以上資訊提供給你 做個參考 把時間交換給鮮魚